谢谢 谢谢 明儿我还有事呢 邓云社跟天津电视台 搞了一档大型的喜剧真人秀 叫小江湖 在全国范围内 选这个说相上的喜剧 各方面的人才 是个季播的节目 明天投一期 我们都是评审 我们上那去做节目 明天开始了就 这个月呢 可能跟聊台还有联合 做一档大型的综艺节目 带着什么张和伦 严和祥 张云雷 烧饼小月 一大方人集体主持 这么一档节目 一年来 我终于活过来了 活得还 头火吧 这个 谢谢 越来越好 有您各位的支持 我们也会越来越好的 有的人说 怎么瞧你的微博 老弄得跟要出家似的 人有的时候就这样 我回头望我这三十来年 这是够好几千集电视剧的 你们大家所知道的事情呢 只是冰山上的这么一点点 底下的可能有这么多 也不方便说 可能等我有一天老了 我到一百七十来岁了 那还不老 我写个回忆录 把这些故事详详细细地记载下来 写一写 人 事 过程 到时候在您坟前烧一会 抓给您抓坟里头去 也挺好 人经历点坎坷 其实是好事 那天 我儿子打电话 天津卫视 这个笑话江湖 他做路演的主持 我说你在哪呢 我在山东记呢 刚完事 我说一会呢 太远 我说几点飞机 不是飞机 光当光光当光 绿皮火车 我说坐火车也挺好 没有卧铺 有座 座还让别人站 我说好事 好事 年轻的时候吃点苦 这是好事 所有人 所有行业 其实都是如此 这孩子从毕业开始 就是一步步坎坷 三十几岁了 他的心态会很平和 什么事都不叫事 接下来 他这一生活得会很顺畅 在这儿打一闹声 开始一帆风顺 要风得风 要雨得雨 怎么样都特别的顺利 到八岁一出门 谁瞪他一眼 他能窝袖色 所以说吃点苦是好事 回头忘了忘了 很感谢当初这些个苦难的岁月 也挺好 尤其到这个岁时 我们这都 三十八九 他这都四十多 我们这都这个年龄的 快四十的人 四十不祸 四十就不让祸祸了 一直就不让祸 好让啊 你们还年轻 挺好 到这会儿了 也不愿意争名逐利 也不愿意有什么 富贵惊天的事 你说真好多人跟我聊天 下一步您打算如何 我说没打算如何 我也不是个商人 我就是个艺人 做买卖也不感兴趣 你说真给我一煤矿 给我一金山 让我挖去 我一点都不感兴趣 让我商量上做生意事 不行 我们俩其实都算是性情中人 他就养个狗 弄个小鸟 玩一玩 三母知己 喝个酒 我连喝酒的朋友都没有 一个也不喝酒 在屋里写个字 喝个茶 看个书 我觉得就挺好 另外你说让我当个官 我也当个官 让我管着全中国说相 一天得打巴回家 真的 我也没有这个愿望 我也没有这个野心 我也在当中找不着快乐 但实话是说 你说一个说相 非得吓唬这帮说相 怎么个没法的 这玩意儿 是吧 天天 哎呀 我也没得过这个 反正一个人一个活法 对我来的时候 能说相就挺快乐 如果说不是因为兴趣的话 坚持不到今天 说相当买买干 今天我要挣八千 别人得挣一万五 如果是真这么想的话 坚持不到今天 老不挣钱就不干了 但恰恰因为是有兴趣 三五个人 十几个人 哎你听我说 你说的不是好玩 你听我说 你仨是听 我也觉得很快乐 我特别高兴 能说 这才能坚持到今天 所以说学校就是这样 天赋 兴趣 包括用功 三者是缺一不可 对 一步一步地走到今天 越往后岁数可能越大了 未必出新节目 能出的这么多 未必台上还让您看着 生龙活虎的 可能有一天 一个专场 说三段 说两段都够呛了 但但愿那一天 孩子们就长得稍微 成熟一些 成熟一些 台上能替我们盯着点了 就挺好 您捧 捧相声 别捧郭德纲 郭德纲早晚又死的那天 希望相声别死 我托付您各位 多听相声 他又说回来了 我死我也得死他后头 比我大后鞋 差不了几年 但我保养得好 这仨姑娘 打坐着就冲你流哈喇子 你们是拿他当唐僧肉了是吗 一关灯 这就剩一大褂一裤衩了 谢谢 谢谢各位 谢谢 都熟 都不是外人 打这边来说 老爷子发一个微博外看 老爷子说这么大岁数 说个爱字不容易 我很感动 很感动 谢谢 都不是外人 大伙这都熟人 老河部队好多人 我知道名字我也对不上号 要我还熟悉点 我徒弟媳妇 这以后咱们 咱们都是一家人 包括之前可能 还有一些 不丁点不丁点的小摩擦 是吧 也不叫事 也不叫事 谁没个灯鞋踩袜子 连口子还打架呢 是吧 哪天他跟那媳妇 你是多可乐 大伙知道的 已经够全的 没事没事 什么事都没有 不说了 因为这里边涉及到我 谢谢各位 谢谢各位 你别掉下来吧 你以为你是白宗魏呢 后边德云社有32个小专场 都是在小队场演的 包括四个队的 按级别 按着这个原级 东北级的演员专场 然后有一场是 山东级和河南级的专场 他们叫鲁玉有约这场 一个鲁一个玉嘛 是吧 天津级的香港演员专场 河北级北京的都有 包括这四个队 现在是五个队了 一队二队三队四个队 因为我们之前传奇社的孩子 毕业了 他们算青年队 郭麒麟他们青年队 晋升一格 算四队了现在 五支队伍 要在这有个队被碰 几个队挑精华演员 跟这打仗 另外刘河淳 郭麒麟 张和伦 他们几个人 要在这搞一个擂台赛 每周一场 看看当天新浪转播的 收视率如何 拿这个来拼一下 反正是这几个队 每个队还有一个相声剧 高老师他们一队 要排白宗魏坠楼 两本的 文武带打 带翻跟头的 二队呢 二队 这就往下跳 二队呢 约云鹏他们可能排武松 潘金莲 三队 三队 潘金莲四月呗 西门庆也不要 武松也不要 武则郎也不要 三队可能是大西乡 应该是 郭麒麟他们可能排一个 民国戏 可能要排个剑侠传奇 反正这几个队都在弄着呢 再加上我们之后正在筹备的 古曲专场 还有郭德纲单口专场 另外还有一场 好吧 没有这个 没有这个 还有一场就是 千尔哥 千尔哥 还有千尔哥的师父 石不宽先生 还有郭希林 他们这一支 叫石国鱼专场 他们这一支 另外还有云子科弟子 谢师会 另外刘鹤春要拜我西河门的师父 有一场 收刘鹤春 西河大谷专场 反正有三十多个 三十多个小专场 陆陆续续的 就在这几个小园子 就把它排开了 大伙注意一下 我们演出预告吧 希望大伙能够高兴 快乐 另外说一句 这三十来个专场 应该是都有我们 都有我们两个 应该是 发年糕还行 发年卡我煮不了啊 我看很多孩子还没走呢 来吧都上来跟大伙见一面吧 来吧都上来吧 你们也上来吧 上来吧都上来吧 都上来吧 来吧都上来吧 上来吧 上来吧 来个鞋活 来来个鞋活 咱俩跟着 来了来了 下来 小姐 这个 小二爷走了啊 我帮我介绍一下了 我们还来一老先生 就是跟金龙一起表演 那个赵南老师 很瘦 那是赵世忠先生的公子 我们这有多了一位世家子 对 世家大輩 这都认识了 孙悦 潘金脸 还小潘 那个是张赫伦 小白啊 岳云鹏 高峰 侯爷 小孩 小四 刀饼 张云雷 林烈 来后边的 后边往前来点 咱们按个说一下 来那穿粉背心的啊 这是张克帆 大帆啊 穿蓝的是 郑豪老师 郑喜定老师 大伙都知道啊 郑老师 喜得贵子 值得 庆祝一下 郑老师 常年在北京演出 太太一个人在沈阳 对大胖小子 好 这里边还有一场是 纪念王志涛先生的专场 就是郑豪老师 领先主演的啊 另外还有纪念张文顺先生啊 还有一场是纪念我的恩师 侯老闻先生的专场 都在这儿 李赫林 这个我叫统峰你们都知道 这是我干儿子 这个也是于老师的徒弟啊 峰造洋 对 一面叫裤衩 这是我大徒弟之一啊 颜云达 颜云达 穿得跟香玉似的啊 来后边 往前上 来来来 张九龙 小黑 我们九字科的学员 张九龙啊 那会儿这么高 小孩 小黑 小的 还上小学初中的可能那会儿 那会儿多大 确实是 那会儿那么高也就是啊 拿个茶壶 拿俩盒头 这老师是谁啊 小学五年级了 也能斗 也能捧 假以时日 必成大旗 我看好这孩子 大伙都说 鸡鹤舞 也是我徒弟啊 小鸡 这是我们后台的画家 那才子 什么叫才子 每次给大家发的礼物啊 不管是那个小兜啊 还是小杯子上面 所画的什么图像 都是他画的啊 这孩子挺聪明 这个正处在事业的上升级 慢慢努力会成功的 我只能说 怎么红的都有 李赫彪 厨艺上 技艺上 最近越来越好 而且也练着 说单口相声的 石城 山东人石城 还有这个 今天在这个场合下 是我说两句 好吧 你有话说 大家不说了 我也 再正经的 正经 我说两句 这个 在去年 我给我师父 惹了一个天大的祸 确实是 但是呢 我师父没有抛弃我 我们的医师父母们 没有抛弃我 但是跟我师父在一块 我天天跟我师父在一块 当着面 我没说一个谢字 今天当着所有的医师父母 也当着坐在电视机前 或者电脑前的医师父母 当着所有医师父母的面 我说一声谢谢 哎 行了 谢谢各位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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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行了 谢谢各位 很多事情 一句两句不好讲 李河飘是个好孩子 这是实话实说 虽说比我小不了几岁 但是从我内心来说 李河飘这么多年来 勤心恳恳认劳人员 不管是在家里边 还是在剧场 方方面面 这个人确实挑不出毛病来 人非常之好 至于说之前的事情呢 过去也就过去了 好多事情也不便多说 我只能说一句话 就是很多事情不是您想的那样子 我只能说李河飘是个好人 小陶阳 从小的时候 我也有小名 你叫什么 在家里喊小子 都是啊 长大了 拍戏拍着晒着去黑啊 那个 那会儿 他在后台啊 墙上有一道杠 他自己量多高多高 他现在这个杠已经到这了 就躲在这 比五道杠还厉害是吧 今天唱了 大家也听见 按说今天不想让他唱 因为越往后可能是 有一段时间不能让他唱了 我想是个好机会 让大伙知道知道 因为好多人都问 陶阳干嘛去了 之前是拍戏 之后呢 可能要保养一下嗓子 因为处在变声期 我们叫导舱啊 专业名字叫导舱 导舱呢 有半年的 有三年的 有两年的 没准 一个人一个样 所以这段时间肯定保护好 就是刚才后台 你下场 我还上贴吧呢 然后看着玩 有人说 呦 陶阳嗓子怎么那样了 还有人说 你看嗓子 这还让孩子唱啊 你就知道 这天底下什么玩意儿都有 你知道吗 我是展示一下 跟大家知道一下 汇报 你看孩子嗓子已经导舱了 你们等待一下 也许半年 三月 五个月 一年 这都有可能 等他好了那天 如果说嗓子万一 达不到小的时候 那个标准了呢 那咱就好好说下 如果能达到原来呢 该唱戏唱戏 该说下说下 这是当初我被他想的 因为那会儿来的这么大 印象特别深 就这么大 在家里边 那会儿搂着他睡觉 就这么点小玩意儿 特别可爱 你看 当时我也见过 好多戏迷在网上指责 你们这就嗨了孩子 中国京剧事业 就毁在郭德纲手里边了 我看着我都疼着 我心里说 喊完你们还得出摊呢 你早睡觉吧 因为您记住了 京剧舞台上 现如今当红的角 童年的时候 没有神通 当年的神通 没有一个坚持到最后 很正常 因为什么这生死观 就这个变嗓子 倒仓这一关 过不去 每个人不一样 说到我这 就是个奇迹了 真的 我是真疼这孩子 所以我就想两条道 既得学着戏 也得学着相声 最起码孩子得吃饭呢 你们老说的 京剧神通 京剧神通 夸早餐 现在没生意 你们哪件药头 你们谁管的饭 谁带他出去演出去 好好的 我弄死你 从今天开始 凤凰捏盘一般 一个全新的小神通 马上就要诞生了 你们猜 或者是京剧神通了 或者就是向上神通了 反正你二童之一 就行 大伙期待一下吧 好吗 谢谢 谢谢 大伙期待 大伙期待 师父亲我 哎 谢谢 宁云强 张德燕的闺女 张文顺的外孙 别闹 别闹 孩子 孩子 本来就胆小 让你们给吓唬住了 跟我儿子是一样的 他老爷是德文社的创始人之一 张文顺先生 临终脱姑 跟我说 我这个孩子一定要管 我说好没问题 把他收到跟前 也是徒弟 也是我儿子 从小的时候 娇生惯养 所以说一说向上呢 看出来 他老爷是张文顺的 肩膀怪的 这孩子非常运功 非常好 唯一有一个小缺点是什么呢 脸皮薄 不怪孩子 从小娇生惯养的孩子 他不一样 他不像逃阳 逃阳来了 自个儿造你自个儿 自个儿骂自个儿 都行 他因为他打小 外边自个儿闯荡 七八岁六七岁 这个卷那个骂 他是一种自我保护 这个孩子不行 暖屋热炕出来的 所以是慢慢的调理 天赋非常好 人性非常好 我是特别喜欢这个孩子 慢慢来 我们希望杨阳以后 别有洞天 谢谢 好儿子 杨九郎 你们九字的 你们看过中国相声石 我们上次的演出 被砍头了就是他 这是我接上了 是吗 对对 演王吧 那也是他 小揣 小揣 这个信非常少见 一个口 四个右 你们老说呢 右右 就是他 小妹妹 老弄的 算了吧 来吧 我本来要说了几句 张鹤军 张鹤军 回去吧 行了 张鹤军唱版的唱得也不错 之前一直很辛苦 是因为在国家菜跟着忙活 跑来跑去的跟你一起 大家都很熟悉你 之前就是脾气不太好 有时竟打架什么的 这些年兴侠仗义没少爱打 您别提 最近表现得还不错 好好练功 谢谢 来 这是梁可坤 高峰老师的义子干儿 其实是亲的 他老不承认 你知道吗 这孩子特别老实 唱快板唱得也特别好 就是有一个特点 爱脸红 他上家去师傅 俩字脸就红了 我老纳闷 你偷东西了 特别可爱 你看红了吧 对 高门粮食 往前站 狼鹤岩 跟小白一起说价呢 不是嫂子 谁说是 嫂夫人姓白 我一说你差点篓子是吧 我觉得我责任大 走走走走 来 余何珍 何珍 来 这是 何珍 何弹呢 来 快来 往前来 这两人 这叫余何珍 这叫徐何弹 别捣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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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个我介绍一下啊 这个当初是在 这 这 这 干嘛你替他是怎么着 你看你长的母味 躲给我这 在德云社这认识的啊 许和丹 余何珍 现在那两人一起搭档说笑 是我们这有限的两三个女演员之一 10月6号这两个人就要步入结婚的殿堂了 送去一份祝福啊 白头到了好好过日子啊 来来来给你们介绍一大boss啊 北京德云社赫子科大师兄门长 度和来 这是他师娘捡回来的一个孩子 就在这个剧场啊 领进来 我这干嘛的孩子 去黑 比现在还黑 特别的瘦 师娘说这孩子挺可怜 要学相 原来在哪个饭馆配菜什么 这么就留下来了 就留下来了 我知道为什么说相饭馆的多了 都是到您这儿到去 我也是跟他怒气 许他们干这不许我们孩子干这 勤勤恳恳认劳人员 有一段时间跟我在大清那个大院里边住 天天自己找活干 这孩子们干活 有时候咱实话实说 有的孩子就聪明 他看你大人来了 他才干活 为这开除够四十多个了 唯独他 就是他找活干 你无论什么时候去 你看见他都是在干活 身体不是特别好 前段时间还脱离舞台 调养一段时间 今天后台一看他 我特别的开心 贺子科 头一个是他先叫的贺子的 这个你们各位 尤其你们贺子小贺子 第二个是这个 还配菜什么 都贺来 大伙记住了 好可怜 这个于谦老师介绍给我的 早些人家孩子唱京型的 还倒 后来来 来写相声 孩子很好 很单纯 他父亲跟我们也都是朋友 喜好结交立元界 那会儿京剧的文牧老圣唱得不错 我们之前唱法门寺里边 他演的是那个宋小娇的父亲 孩子挺精神 也挺好看 有未婚的女孩 她可结婚了 嗨 说一声 现在在我们的德云二岁 跟孙队在一起 为什么呢 为什么跟孙队在一起 新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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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别去别去 别去别去 人家孩子毁灭 来点 来点 还有谁那几个 你可行是吧 来你们那几个来搓顿上前面来 搓顿过来 来来来 那俩小的 过来过来过来 好难 来好难走啊 来往前来 搓顿这批发了这都 来来来来来 来 这竟不认识了 这几个给大伙介绍一下 先说这两个 这两个小子呢 这是 罗云平的徒弟 俩都是吧 你不是 这是佑云鹏的徒弟 是你徒弟 我徒孙 这俩孩子都非常的好 都非常好 这个也是特别的聪明 不管是唱啊 说什么都挺好 那个还能翻跟踪 开打都行 打这儿 一个能不能下去 上回就砸坏好几个了 这叫银河晴 我徒弟里边的大哥 佼佼者 还没有百知 正师拜师 但是也跟着好多年了 好好学 敞开心扉 后边那个是刘鹤青 刘鹤青 这个好孩子 特别老实 自己找活干 包括一演戏 也有什么事 做道具都是他 一宿一宿 不睡觉干活 难得有这么一老实孩子 刘鹤青 这叫何九华 也是我们九字课的学员 女朋友张元抱木的 跟他说一声 跟谁说 通知一声 挺好 慢慢努力吧 这俩孩子 是我们传习社的学生 粉白粉胖的 这是我外甥 王浩南 我是他舅舅 努力 来往前站 往前站 把他挡上 快点 给他个水杯 你上前面来 跟大伙说 你叫什么名字 不叫什么名字 哎呦 咱这孩子多举起 不敢瞎说 怕说错了 你在家叫什么 庄子 哎呀 这是我们刚开除了一学生 这句话都不利 木质结构的 叫庄子 好吧 有些老先生 还有其他演员 有在三里屯演出 没过来的 有的那太远的 我让他们就回去了 到这会儿还没走的 咱们大伙 给观众们 咱们唱一个大实话 好吧 来往里边站 娱乐师 这儿来你 会着咱们就一块吧 好吧 说天青 嘿嘿 天也苏万青 嘿嘿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有意思吗 还可以 来了 说天青 嘿嘿 天也不算青 嘿嘿 天有日月 和星辰 那 嘿嘿 古人不见 今时夜 明月曾经 找过古人 说地青 嘿嘿 既也不算青 嘿嘿 帝藏万物 似黄金 那 青春战马金火载 野草鲜花盼的水人 嘿嘿 哈哈哈哈 说同行情 嘿嘿 不那么轻 嘿嘿嘿 勾心斗角 好寒心 呐 证明多利 多少财 不肉相谈 到如今 嘿嘿 要说轻 嘿嘿 观众们轻 玩手 对 观众也要安心 连着心 对 吴 曾记得到面前 有这么几个话 没有君子 不养一人 昨日里 抗风冒雪来刀塞贼 今日离下江南 桃兴争春 我全主位 酒色才起君莫战 那吃喝飘肚也莫战身 没事那就把这德云舍来进 听两段相声交散散心 抱全共守 尊列位 招财尽道 尽道 尽 好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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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我还没有 Marine 処理 想他 救命 来 来 是 是 衫 sú 的 呀 不过了 不过了 杀手啊 全这么多 谢谢 花是给谁要啊 谁的i5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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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难忘记消 难忘记消 能 别爱着 女孩 跳 上多少 找 她 小的们送我的老公 送祝你呀 送祝你呀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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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爱你们 谢谢 谢谢 谢谢